来 6 张静玉 刚才你说你说像白纸一样女孩就是不同局的对吧 对 其实我挺同意你这个观点的 因为我一直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实 谢谢 因为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吧 如果没有到要结婚的那地步做好 就是不要去同局 因为这样是对彼此都负责任 对 知道张静玉在告诉你什么吗 兄弟 白纸一张正摆在 6 号位 可惜了 那张静玉为什么把给小伙子扔灭了 因为我不符合他的要求 他说要丰满一点的 不喜欢不化妆的 我两个都不占 哪里你画一点 你这整个一点都不画 每天看着都那样 反正那样看着就挺没有啥风景 那跟你过日子是我得一天一天都得画吗 一天换个样吗 没那个必要 反正三天五天 反正媳妇画一点就行了 平时那我出去了 回来了看媳妇的 那他每天看都画着点 傻了穿衣裳了 我不一样 你不觉得你太纠结了吗 还不如自己买个画 走回家了 想画你就描两下 不想画的话 自己让他空白了 挺好的 那傻人呢 我那样是说 那我就不来了 不先家是哪儿的 白三 我就说跟原来咱十号阿炳的那个口音很像 太正宗了 再一个男嘉宾 他有一个动作特别有意思 一边拿着花筒 那边的嘴 像口渴似的 然后这小脚 一个劲里滚呐呐呐呐 我这太不明白怎么回事儿了 会钱呐 你怎么没上来喝水啊 你怎么渴了 你看大家发发 他一直在呈 呈不说嘴 一个叫咪 你 这是语言动作 语言动作 我刷就得晃下来 那你不能把晃一撇 光咪一边嘴 你这两边晃 两边咪 我是哭啊 我就哀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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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